我们点亮这些蜡烛 因为我们见到了一道光 并且相信这道光 让这道光更加的亮 的确是可以带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 我们点亮这些蜡烛 因为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 因为我们认识一位 因为深爱世人而选择在黑暗中 降生在马朝的上帝 我们点亮这些蜡烛 作为世界光的标志 这道光要照亮我们黑暗的世界 我们为此欢喜地歌唱 随着点亮代表着平安 盼望 喜乐信心的蜡烛 我们完成了这点蜡烛 的降临节的仪式 这时候 无论这世界看起来多么的黑暗 让我们来点亮 那象征基督 与我们同在的爱的亮光 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以见到一道大光 在至高之处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而在地上 愿祂的爱 变满全地 来啊 以马内力 地上小妹们平安 早 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单张 但是有几个家训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记得 第一就是这个礼拜天 就是两天后 我们是没有实体崇拜 记得礼拜天早上不要来 但是在那一天我们鼓励你 活出基督徒的身份 将到教会参加崇拜的那段时间 就是早上这段时间 早上九点这段时间 用来招待那些会 因为听了圣诞节的故事 而蒙恩的人 那天我们的那个WhatsApp里面 已经有给弟兄姐妹们 一个YouTube的link 就是一位 主内的姐妹的那个见证 希望你们可以用那个 见证那个YouTube 跟你们的亲戚朋友们分享 让他们听到福音 然后另外一个日子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12月31号 就是下个星期五 对吗 星期五 对 是我们有线上的守岁崇拜 这是在线上的 但是那线上守岁崇拜 是用英语的 所以双语监通的弟兄姐妹们 可以参与线上的崇拜 守岁的崇拜 那个是12月31号 晚上11点钟吧 对 然后就是这个礼拜天 27号我们没有这里的实体崇拜 再多一个礼拜天 那一天就是新年的1月3日 新年的1月3日那一天 我们是会这里实体联合崇拜 就是跟我们英文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一起 大家可能记得 今年的年头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个 是我们教会 通常都会新年的第一个崇拜 我们大多数都是用联合崇拜的 所以明年也是一样 所以1月3号是联合崇拜 在这个堂 但是时间不一样 请大家注意 时间是早上11点15分 听清楚了 这个礼拜天 没有实体崇拜 再多一个礼拜天 1月3号 实体崇拜 在这个堂 但是时间是11点15分 那些坐巴士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会安排巴士接送你们 就是详细的那个时间 接送 接你们的 在接你们的那个时间 美龄姐妹会打电话 通知你们 现在还跟那个巴士公司 在结合当中 OK 但是记得哈 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不要来再多一个礼拜 是11点15分 我看 我看家训就是到这里 谢谢 我看家订队 我看家认识的那个礼拜天 传道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信息 还记得吗 题目是《黑暗中的曙冠》 你们都记得 从1月2日开始 梁传道将成为 金曲唐华文部的前职教募同工 梁立坚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 毕业后在新加坡学研传道会 英文是Campus Crusade 服侍十年 仓宜学员社区以及宣教等施工 在2003年 他获得三亿神学院 到学硕士学位后 受母会新加坡长老会恩泽堂的呼召 成为母会的传道 主要负责青年施工 少年与其儿童主日学 2007年 他与美国宣教士 Derek Abkin结婚 婚后 与他丈夫一同在东亚宣教 他们俩有一个13岁的儿子 我代表我们教会的委员会 欢迎梁立坚 梁立坚传道 来到我们的惊喜家庭 给大家欢迎 在此 我要代表教会 感谢 陈宏运传道 在过去一年的服饰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需要录音 制作主日崇拜的信息 陈传道 在经济堂服饰的最后一天 将是12月31号 不过他在 我们教会会邀请他 在1月10号 来教导洗礼班 还有1月17号 我们教会也要邀请他 来这里讲道 愿神师父带领 宏运传道 前面的服饰道路 侍奉得利 荣神义人 Amen 让我们感谢 神宏运传道 今天有好几位 新来的朋友 请你们张力 我们要欢迎你 让我们也彼此 问安好不好 我们也要欢迎 胡俊超传道 来带给我们神的信息 欢迎胡俊超传道 谢谢 对不起 刚才在家训的时候 我忘了提醒大家 就是1月3号那一天的 联合崇拜那一天 我们的那个洗礼会友班 会暂停 所以1月3号那一天的 联合崇拜后 是没有那个洗礼会友班 那洗礼会友班 会在1月10号 我们再开始 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敬拜赞美 我们的主耶稣 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应天使报给牧羊人 圣诞的佳音 而这份好消息 流传到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欢庆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诞生 阿们 感谢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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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因这奇妙的诞生与救赎充满感恩 感谢主 Zither Harp 平安也 深山也 晚安中 光华盛 照着圣幕也 照着身影 多少慈祥也 多少天真 静香 天赐安眠 静香 天赐安眠 静香 天赐安眠 天赐安眠 无人在荒面 无人看见了天上光光 临见天君唱 阿里路亚 救出今夜降生 救出今夜降生 圣灵海主耶稣 月来在天堂 即将身在霸草 舞着又无穷 在天上中铭心 主不相相望 小小的主耶稣 满水在朝上 如今见鸟鸣声 你还不忍心 小小的主耶稣 如故也不尽 主耶稣我爱你 愿你尽力尽 在窗边保护我 直到天放你 愿妳尽力尽 那我们一咎站立 那我们一起祷告 亲父 2020年 是一个充满着不安 不确定的一年 仿佛带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世界 那个时候 在一个以色列大帝 在外邦人统治之下 主人民对明天 都没有太大的把握 充满着不知 充满着不安 独裁者一身令下 可以将全城的男婴全都杀死 主 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似乎也看到了 那个无形的杀手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会懒病 我们不知道 我们身边的人 什么时候会突然离开我们 虽然新加坡 疫情控制得很好 但我们也是在看到 世界其他的地区 现在都充满着不安和不安定 我们的邻国 主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香港 台湾 韩国 日本 美国 欧洲 主 死亡的人越来越多 主 似乎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给我们看到平安 主 你在当年 你在不安的环境中降生 带给人盼望 带给人平安 天父 我们渴望 今年的圣诞节 能够 我们能够同样的经历 你所带来的那出人意料的平安 让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在看到 你的降生 同样赐给我们盼望 因为你应许你会再来 你也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平安 让我们在动荡当中 能够有喜乐 有平安的来见证你的能 主 愿你的灵这一刻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 赐下你那出人意料的平安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让我们在迎接2021年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勇气 更多的因为有你的同在 而能够勇敢 能够有平安的来面对 我们叫我们自己 交托在你手里 我们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守 我们更盼望 更相信 你在未来的一年 你的爱 依旧会倾倒 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能够继续来荣神一人 愿你却荣耀归给你 愿你的平安 赐给每一个 你所喜悦的人 我们如此祷告 仰望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唱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独尊一命为生 愿你过度降临 愿你过度降临 愿你吃一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我们如有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 灭掉我们的家 如同我们灭掉人的家 不叫我们 你见识堂 曾求我托你收养 因为国度权力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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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弟兄姐妹们 请坐 我们做一个奉献的祷告 慈爱的阿爸天父 请求你 帮助我们记住 耶稣基督的降生 使我们能分享天使的歌唱 牧羊人的快乐 东方博士们的智慧 把仇恨之门关闭 在全世界把爱之门敞开 让每个礼物带着仁爱道然 让每一生问候 带着美好的祝愿 因着耶稣基督带来的祝福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教导我们有清洁的心 常常喜乐 感谢上帝 带给我们这一份永生的礼物 谢谢你给我们最大的惊喜 和一份最好的礼物 现在让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 小小的一部分 奉献给你 和你赐给我们浩大的恩典相比 这奉献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和你永恒天国的丰盛相比 这奉献更是渺小无多 请你悦纳我们每个人的奉献 为你的圣工所用 让这些微小的奉献 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地听到福音 有机会地认识 你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请约纳我们的摆上 奉主耶稣尊贵荣耀的名求 阿们 大家站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地上神灵胆赞主恩 天上万福之根 天上万福之神灵 赞美真福神之神灵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有他来和我们分享 谢谢 来 我们请掌声欢迎吴传道 生日日平安 疫情肆虐 整个地球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那你是否平安 平安呢 这两个字 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做浮语 也是华人很喜欢用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见面就平安 平安 你会发现今天的讲题 是一个 是一句问句 平安夜里 真平安吗 我要问您的是 在这个平安夜 就是今天 你有真正的平安吗 好 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 来思考圣诞节的意义 思考圣诞节里带给我们的 是否是真正的平安 尤其是在疫情 还没有完全过去之前 你感受到真正的平安吗 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 奇怪 没问题 好 我们一起来念 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当西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玻利痕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西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 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 基督当身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玻利痕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帝的玻利痕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羊我以色列民 当下西律王 安安地 叫了博士来 西问那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猜他们往博利痕去 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 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驱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心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夫妇拜那小孩子 解开宝盒 拿黄金 五香 莫要为礼物献给他 不是因为在梦中 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 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在圣诞的季节里面 当我们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基督徒就很清楚地知道 圣诞的主角不是圣诞老人 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 但我们就会很自然地 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就把博士放进这个圣诞的故事里面 我们来描述他们是如何的 从老远的地方 看到闪烁的星星 看到这样的异象 然后骑着骆驼 翻山夜岭 千里迢迢 不辞劳苦地 带了三份贵重的礼物 黄金 五香和莫要 来献给婴孩耶稣 如果我们把他搬到 舞台剧来演出话剧 我们都会很习惯地 把路加福音 第一章二十六节到 第二章十六节的这段经文 有关耶稣降生的故事 穿插在前面 通常短剧的开始 天使向童女玛利亚显现 告诉他 你要未婚生子 然后又在约瑟的梦中告诉他 你一定要把玛利亚取过门来 接下来 突然间玛利亚的肚子就大了 当然这是习惧的效果 在那个时候 政府要实行人口调查 每家每户都要回到本家本族去 报上名册 因为必须旅行公民的责任 玛利亚就跟着月色 去了玛利亨 然后他们怎么找 怎么找也找不到有空的客栈 就是今天的hotel 因为hotel fully booked了 旅店爆满 也许是因为回乡 报名上车的人太多了 不像现在 因为COVID-19的关系 你要book哪里就book哪里 当时不是这样 最后呢 他们就住进了 玛旧里 然后 接着 小小耶稣 孤孤落地 身在 玛巢里面 那这个时候 镜头转向 伯利亨的野地里面 一群的牧羊人 看见了世界上 第一支报家应对 给他们报大喜的信息 新月圣经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八到十四节 就这么描述 在伯利亨 知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间 按着根刺 看守羊群 有主的 主的使者 站在他旁边 主的荣光 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 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巢里 那就是记号了 突然 有一大堆天使 天君 同那天使 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然后牧羊人 就去探望 朝拜 刚刚出生的 出世的耶稣 画面好温馨 好感人啊 接着 就是我们读的 刚才那段经文 马太福音 所描述的 东方博士 从东方跟着星星 来到玻璃盒 献礼物 然而 小小的耶稣 仍然 包着布 乖乖地躺在 马巢里面 静静地等待 博士的出现 有始至终 这个小baby 从不露面 外面的世界 如何的变换 小小的耶稣 不改变 那这小小的耶稣 在马巢里 一躺 从出世一躺 就躺到 东方博士的 来到 这是武财的 剧的演出 但事实上 当这些博士 来到耶稣 那个马巢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 已经是一年多 接近两年了 原来 这只是 舞台的效果 时间很快地 就过去了 但是 场景依然不变 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牧羊人 朝拜了救主之后 就轮到 三个博士进场了 两次的朝拜 都在同一个晚上 发生 感觉上了 那这一个夜晚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平安夜 有时我们常常 用话剧来表演出 平安夜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而 我要带出来的是 这平安夜里果真 带给当时的人 有平安吗 我们要回到 马太福音 所描述的那个时代 我们去了解状况 要看看当时代的人 对耶稣的降生 有怎样的反应 有怎样的看法 他们像我们现在 这样的欢庆吗 马太福音第二章开始 这是七秒淡写的 耶稣降生 当西利王的时候 耶稣降生在 犹太的玻璃痕 这犹太王就是历史上 我们称他 大西利 他是以东人 由于他曾经救过 凯撒大帝的生命 那就约在主前四十年 就获得凯撒大帝 特准而统治 以色列救的这个权劲 也就是被罗马的政府 分为治理犹太人的王 他是一个残暴又狡猾的人 不容许任何人 干涉他的管理 凡是阻碍他 满足自己邪情 或者是他的欲望的人 一律问斩 就是他的家人 也不能够幸免 他可称的是世界上 一个冷血的杀手 因为他曾经怀疑 他的妻子 还有他两个小舅子 叛国 就这样的处决了他们 他也曾经下令 杀死自己的三个儿子 杀死自己的儿子 所以历史书上 有这么一句话 当叙利王的猪 比当他的儿子 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也曾经结婚七次 来满足他的欲望 而且用婚姻 来维系他的政治的地位 他身心狡猾 而且妒忌心很重 直到东方博士 从东方要来寻找 那新生王的时候 就安安的 把他们召了来 虚情的假意 交代博士 当你找到耶稣的时候 你们要告诉我 告诉我 他在哪里 好让我可以去拜耶稣 当然叙利王 想的是要斩草除根 当然 后来博士被主指示 没有告诉 这个叙利王 就把你干绷了 就是回去了 那这时候 主的使者 已经告诉了 月色一家人 一家三口 已经轻悄悄地 逃亡到埃及去了 当叙利王知道自己 知道这个东方博士 哎呦 不守信用 从别的路回家了 当时赶到 招收到 一弄 爆跳 如雷 因此他下令屠杀 伯利恒城里 还有周遭的 凡是两岁以下的男孩 通通杀掉 非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不可 宁可杀错 绝不放过 你们看 这样一个凶残 杜继心 这样的一个西利王 在这个情节里面 把他表露无遗 然而 是上帝给这几个 东方博士启示 一个特别的记号 一颗 极闪亮的星星 不寻常的星 宣告君王的降生 这颗星引领他们 到伯利恒来 因为上帝的话 告诉他们 君王将在伯利恒降生 因为上帝的话 已经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就 朝着星星的方向 去找这位新生的君王 他们到底有几个人呢 我们无从考察 通常我们都以 带了多少份礼物 来决定有多少个人 当然这个是推测而已 所以传统上 我们都当成是三个博士 那几个呢 我们无从知道 那重点 不是礼物 不是博士 而是当西利王知道 博士从老远的东方 来朝拜耶稣 那生下来要做 犹太人的王的耶稣 心里马上忐忑不安 他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身为罗马的分封王 面对一个即将出世的 已经出世的大卫的王族 而是正学 正统的 学统的这样的一个王 那一位圣经预言当中的 要来的这个王 西利王 心中非常的 胆 胆战心惊 他就是第一种不安的人 一个有尊贵权势 但是却不平安的人 他暗暗地想 哇 我好不容易才坐上 这个犹太人的王位 好歹我也当了四十年 而那生下来 就名正言顺的犹太人 他要做王 他是旧约中的弥赛亚 是大卫的后裔 是正统的君王 他将来要来代替我 把我赶出去 甚至把我杀了 我哪里有利身之地呢 西利王感到地位受到了威胁 心中非常的恐惧 没有平安 生怕那崛起的新生王 要来将他除去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但我们在职场上的职份 好不容易地从下 就是从基层慢慢地爬到高级 或者爬到很高的地位 或者已经坐稳了 在某个安稳的职位 但我们知道 公司将派一个又年轻 又有高学历的人来的时候 各样的猜测揣摩 都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旋 可能是总公司 要派这个人来 要提借他 要用他借刀杀人 要把我这些老臣子 可能薪水有一点高的人 赶走 要我们知难而退 我们就得把 好不容易打下的美好江山 攻守向然 所以西利亚非常不是味道 又提心吊胆 感到地位受到威胁了 整天提心吊胆的 他会来取代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是否有反省一下 自己的工作态度 我们是否有依然的 像以前尽忠职守 或者是更积极的工作 做好准备 跟这位新来的人 将来的人来配搭吗 然后我们救主 如果我们做好了这样准备 我们当然可以处置 泰然 我们将一切交给上帝 还是我们一直忐忑不安 一直在忧伤或者是忧闷 担忧当中过日子呢 经文说 西利亚不安 接下来经文又在说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这个人不安 这个人不安有理由啊 干嘛 耶路撒冷人也凑热闹 不安起来呢 因为他们知道 西利亚深信残暴 而这君王降生的消息 当然会惊吓到 妒忌的 这个好妒忌的西利亚 恐怕他动不动就大开杀戒 带给他们的 是无可预料的灾祸 可能会社会动乱 他们安逸的生活 可能被破坏 生活风域安稳的 他们会担心财产不保了 或者是有生命的危险 总之他们心中各有所思 各有所想 有所想 这新生的王 将来可能他起义革命 哪里有革命不流血的呢 恐怕那时候 身灵涂炭 血流成河 当然有的也想 虽然刻着猛鱼虎 要缴交的税收 income test这么高 但是我的产业这么多 哎呀 一点点堵住扶口 还绰绰有余呢 那如果改朝万换代 那个时候政策改变 那我的财产 会不会就落到别人的口袋里 我就变得一无所有吗 有的在想 即使现在是殖民地 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的名号 但是没有关系 都太平了这么久 如果啊 有病或马乱 社会动乱 那么 我的财产 我的平安 我安慕的生活 怎么办呢 当然有的也在想 希腊王将来 因为一定会实行 严格的政策 因为新生亡出世了 所以他要打压我们 不让我们有机会 不让我们有机会可成 让我们有机会来支持这个新亡 或许他会屠杀我们 像当年屠杀 希伯来人一样 在埃及的时候 免得我们人多起来就造反 或许这样 或许那样 大家心里都感到不安 总之 耶路撒冷 合成的人不得安宁 这平安业 带给他们的 是那么的不平安 话说回来 当希腊王召集 祭司长和文士 来查问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 基督当身何处 原来犹太人和希腊王 早就知道 基督就是旧约 应许的那一位要来的王 他们阐述了 弥赛亚的语言 引用了距离当时 七百多年前的语言 米加书五章二节 勃利很好 以把他呀 你在犹太诸存中为最小 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你可以 你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当然 希腊王知道犹太人 原来正期待 米赛亚的来临 所以就更加的交集了 而且犹太人所期望的米赛亚 是那位军事政治的领袖 难怪 希腊王不让耶稣 有任何生存的机会 要把 伯利恒四尽的男鹰 赶尽杀绝 奇怪的是 祭司 文士 合成的人 更加知道先知中的语言 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跟着博士 前往去朝拜耶稣 去探个究竟 当时 宗教领袖 相信修约中的语言 会应验的 米赛亚会在伯利恒出世 当耶稣 真的在 布利恒出世的时候 不但 造成他们的不安 日后 他们还成为 耶稣最大的敌人 他们期待已久的 米赛亚终于来临了 他们却不愿意去认识他 这是天大的讽刺 引领 引颈以待的君王降生了 他们 却不愿意去见他 反倒 外邦的博士 千里迢迢 万里寻踪的 来朝拜 耶稣基督 来认识他 来特别为他献上 带来的贵重的礼物 而且大大的欢喜 为这能够看到 邻国将来的王 这几位的博士 大大的欢喜 如今 耶稣已经降生在 人类的历史当中 成为人类的救主 成为你 我的救主 他要来救我们 他要来承担 世人的罪 把我们的罪恶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释放出来 把我们的生命拯救过来 要赦免我们的罪 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 要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平安 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的一生 能够靠足喜乐 再也不惧怕 我们也可以 像这个博士一样 应认识 主耶稣基督 而大大的欢喜 一样 但是 你是否愿意预备心 来迎接 耶稣基督吗 还是心中也有不安 好像耶路撒冷 合成的人一样 不安 以至于我们不想去认识他 不想去接纳他 或许 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目前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工作稳定 生活美满 健康 幸福 我们好像没有理由 需要耶稣啊 我们担心 耶稣一来 会带给我们许多的改变 而这些改变 带给我们许多的不安 以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此就被 扰乱 而不安了 亲爱的来宾 当我们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 是不是也举习不定呢 也失科很多的问题 会打乱我的生活吗 是我们心里非常的挣扎 或许我们知道 这信仰带给我们的是 生命有正面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 有永恒的盼望 有永恒的价值 然而或许我们 我们已经习惯了 安逸或安稳的生活 无论家道风域 或者是普普通通 这样的信仰 肯定会给我们安逸 或者是平稳的生活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有一些冲击 或者是变动 甚至跟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习惯 我们华人的习惯 产生多多少少的张力 还有 我们与家人的关系 会不会因此而紧张呢 因为信仰不同了 我们与我们普通朋友 或者亲密的朋友的关系 会不会有张力呢 我们来教会敬拜上帝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成绩呢 也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前途 影响我们的商业 业绩 因为礼拜天来崇拜 错过了黄金的时间来赚钱 我们想啊 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不可以做这个 也不可以做那个 我们不好像在龙子里的小鸟吗 我们从此失去自由了吗 就像当年我决定 我要信主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冗长 又很沾杂的时期 虽然我的生活方式 不是那么的迷 就是整天花天酒地 但我也活得很写意志在 依然自得 看电影 看小说 逛书局 出国旅行 我认我的生活很自由啊 我干嘛要信耶稣呢 面对信仰的抉择是 总是觉得 哎哟 信主永生又怎么样 So what 而且 有把握吗 我不知道 心里盘算着信主以后 可能会失去一些自由哦 可能会绑住哦 可能因为基督徒 我们就不可以 拜这个 当然不可以拜了 就不能够买马票了 买马票是我 一个礼拜最大的一个心愿哦 没有盼望了 不可以赌博哦 不可以喝酒 当然是想的是酗酒啦 不可以抽烟 不好骂人 不许骂人 不能够取心所欲 总之很简单 身为基督徒之后 我的心里想 只有两件事情不可做 哪两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也不能够做 那个也不能够做 好不自由 心里很不平安 当然 这个都是信主以前 我的看法更加直观 不对的 现在回想起来 非常的感恩 如今 是可以不用马票来买希望 可以不用酗酒来解愁 可以不抽烟 来解压 可以不做这个 也可以不做那个 可以不受对身体有害的习惯 来捆绑 可以对不当的事 说不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啊 弟兄姐妹 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享受人生 在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 原来耶稣来 不是要推方朝纲 不是要改朝换代 更不是要扰乱我们的生活 不是要让我们陷入凡事 都纠绝于该做 还是不该做 他来是要赐给人 丰盛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他要做普天之下 每个人心中的王 要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 因为他是和平之君 他的国度不是一般的国度 他是永远长存 生命丰盛喜乐无边 与神同在的国度 那才是真正平安的国度 他的降临是要除去弟兄姐妹 你们的平安 虽然生活上有些事情需要调整 但是换得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而且是永远的 你愿意吗 对新竹的弟兄姐妹 这信仰是否偶尔也带给你不安呢 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的工作的性质 商业职场上的竞争 职场上同事之间复杂的关系 亲朋器友当中有许多 甚至不是基督徒 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承认自己的信仰 是不是会带来许多的不便 甚至很乌鸡 很吃亏 会遭受到排挤 是不是会遭受到家人的强烈的反对 遭受到亲戚朋友的指指点点或嘲笑 笑你 你信仰教 不败祖先 少了 笑子了 因为在资产上 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仰视 所以我们就得忍气吞声 要温柔 要诚实 要关爱 要爱人子 要舍己 要处处留下家媒的脚踪 这样的处处让步 真的让步是要吃亏的 所以信仰以后通常都不张扬 甚至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更不敢邀请朋友来教会 怕他们当众拒绝 怕他们忍潮日俸的 怕你的身份曝光 带来许多的不安 许多的不方便 我们忘了相信耶稣是一切力量的根源 对人的爱 我们都是由心发出 没有作假 没有为难 甘心乐意 所以应该是喜乐满意的 弟兄姐妹 亲爱的来宾 在圣诞的季节里面 是个听闻福音的好时机 是宣告真正的平安 叫人得到真正的平安 你会愿意放下你的不安 放下你的恐惧 放下你的不方便 来信靠耶稣基督吗 你愿意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也能够来到教会 来认识那位赐平安的上帝吗 告诉他们 真正的平安的意义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死耶稣基督的降生 带给我们 是真正的平安 他来 是要释放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要赦免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愿意 他所为我们流的宝血 就要洗尽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并且以上帝和好 成为上帝的儿女 耶稣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 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要给我们一生的平安 喜乐和满足的生命 谢谢你 祷告 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们 我们谢谢吴传道的勉励 正如吴传道所分享的 虽然平安业并非完全的平安 但我们深知主耶稣的赖道 的确带给我们平安 是那出人意料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祂也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根源 让我们站起来 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来回应主的话语 感谢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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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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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